剛剛講的這個世界好像出了一個 翻天覆地的大變化 這一張照片導播看的影片 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這是什麼 這是俄羅斯的一艘貨輪 這個貨輪就行駛在這個鴻海上 被炸了 被誰炸了 他竟然是被胡賽組織炸了 而且可能是川普即將要上台之後 當然目前為止國際局勢 我們就完全看不懂啊 這是俄羅斯的船 竟然被胡賽組織給炸了 沒錯 胡賽就說你經過鴻海了 你是歐美的船 我要炸你 尤其是你到以色列的 結果被想要 前一陣子炸中國 那就算了 他這陣子居然炸什麼 俄羅斯 他炸了俄羅斯的郵輪 這個C-20號的郵輪 這其實很奇怪 俄羅斯不是你老大還老大嗎 那你怎麼會這樣炸 那飛彈不都給俄羅斯給的嗎 對啊 那你剛好會搞什麼 結果人家這個胡賽組織說什麼 這個船隻違反了 這個胡賽的武裝禁令 武裝禁令 你是老大哥 你怎麼去炸老大哥的船 你說難道俄羅斯違反你的禁令 你也敢照 對啊 所以覺得很奇怪 那你知道這個奇怪就算了 這個是不是胡賽跟俄羅斯 還是伊朗出了什麼問題 大家不知道 另外是什麼呢 我們那最陣子 不是前一陣子 這個美國一直強力的警告 中國你千萬不要這個 支持俄羅斯嗎 就最近 難道是中國真的聽話了嗎 Q了 對 你看中國上半年 對俄羅斯的出口 居然減了0.8% 這是四年來第一次降 這個年度的下降 那年度下降的時候 還有一個更奇怪是什麼 他說呢 降最多是鋁還有鋼材減少最多 鋁跟高 就是說 你說如果我出口減少了0.8% 你可能覺得那沒有什麼了解 講0.8% 可是你說降最多的 都是鋼跟鋁 對 鋼跟鋁都是軍工材料 對 也就是說你進口 從中國到俄羅斯去 鋼跟鋁來說 就是用所謂的軍工嘛 你可能做成半成品或是成品 給他嘛 那結果沒有了 減少了 難道是說你給他的這個 軍工的這個資源比較少了嗎 還有另外一件事是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俄羅斯 不是跟這個中國 有所謂人民幣結算嗎 對 結果前一陣子我們不是說嗎 這個俄羅斯 都用人民幣去換成美金 然後用這樣來 來扛中國之凱 結果現在發現什麼 中國現在似乎是不希望你 這個俄羅斯用人民幣跟我結算 你拿盧布跟我人民幣結算 不要喔 就是到底是怎麼樣 難道連中國跟俄羅斯打成了 盧布跟人民幣互換來說的話 他也不要這樣做 所以你說川普得勝利的可能 越來越高了 當川普的勝利可能 越來越高的時候 整個情勢出現一個非常詭異的變化 吳賽組織居然敢去炸俄羅斯的船 中國跟俄羅斯現在居然出了嫌隙 第一個 中國出口給俄羅斯的量變少了 第二個 俄羅斯不肯用人民幣結會了 對也就是說如果川普上台之後 他真的我們按照他的個性 他要結束戰爭 然後後面追究責任的話 還得了 最效 最效中國 對現在開始 大家都Q了 浪槓 還有一個浪槓 也蠻有意思的 我們前一陣子不是 這個補丁不是去訪問北韓嗎 那北韓不是說我要給你資源啊 這個武器什麼彈藥我都可以給你 可是最近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中國當局呢 他們嚴格執行什麼 我們過去可能有出口一些東西 到這個北韓去 現在連什麼 連這個彈簧床都不行 那為什麼彈簧床不行 為什麼彈簧床不行 對他說因為彈簧床裡面有金屬 對 所以有金屬的彈簧床就不行 也就是說目前為止來說 有金屬的東西 像進口床墊裡面有金屬的 還有拉鍊彈簧床這些 全部都不行 所以我進口床墊 我要把拉鍊 我要把彈簧給拔掉 才可以進去 有鋼鐵的東西它都不行 所以這就告訴你什麼 你是不是對這個所謂北韓的制裁 越來越嚴重 而且事實上過去一段時間 北韓跟中國之間 本來就有互相往來 那往來的話就是 他們就是這樣 中國官員可能就是吃北韓的這一套 北韓就給他錢 這個就過了 就是現在他們這個 中國官方就接到訊息就是說 如果你未來還敢讓他們通過的話 你就會吃不很多人走 所以現在等於北韓跟中國之間 真的往來越來越 幾乎是完全要中斷 然後你什麼東西都要被查 然後有人就說 你有必要這樣趕進殺局嗎 那到底是要做什麼呢 所以有奇怪的是 中國居然也對北韓 縮起來了一個狀況 也就是中國現在到俄羅斯的 鋼跟鋁減少了 現在我到北韓裡面 剛剛講我的床墊裡面的 所謂的彈簧我都要拿掉 而北韓現在對中國 也越來越不客氣了 所以不是講他們 不是軸心嗎 這三個軸心開始互相猜忌了 對而且還有更怪的什麼消息呢 就是說 朝鮮 因為我們知道北韓有非常多工人 他在海外工作 對 有到俄羅斯工作 有到中國工作 那現在不是還有部分人 要派到這個前線戰場去 烏惡戰場 就現在這幾天 南韓政府 這是南韓發了一個新聞 他說他們最近注意到一個點 很奇怪的一個點 他說中國要求 你北韓在我們中國工作的 這個工作人員 你回去吧 你說好像 難道北韓跟中國之間出了 因為這是北韓金正恩 可以賺外匯的一個管道 你中國要把他趕回去 那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還有更詭異是什麼 你知道 因為當時7月11號的時候 中國跟這個北韓 進行一個 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 簽約63年的這個招待會 這個招待會 是在這個平常舉行的 就平常舉行的時候 寶傑你知道嗎 這是中國他們的 這不是特使辦的一個活動 就是都是 與會的人都是誰 都是中國人 朝鮮沒有一個 沒人去 後官出席 這在你們兩個國家的 友好協議的時候 這個週年 全都沒有 所以這個世界 可能川普 中了那一槍 這個被打到那一槍之後 整個全世界 世緒完全混亂 你這個 胡塞組織敢攻打 這個俄羅斯 然後中國跟朝鮮 好像要翻臉的一個狀況 那到底是出現的 怎麼一回事 我們當然就繼續看下去了 我們在上一段就談到 這一槍可能改變了美國 它可能改變了北約 改變了世界 對台灣也至關重要 沒有想到 川普在光天化日之下 剛剛講眾目睽睽之下 居然有人對他開槍 而且連開了八槍 而且非常驚險是 你只要差一秒鐘 只要差一公分 川普就可能命上黃泉 可是沒有想到 川普在這個數目槍之後 他居然還是堅持地站起來 而且堅持著 正被高呼 F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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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樣一個動作 完全你有沒有 當大海Fight了之後 全場歡呼 全場起立 他轉移說 展現了美國的這種英雄氣概 展現這個英雄氣概 你就對比 這個所謂的拜登 目前就是昌老的狀況 看起來 他的當選是非常的可能 當選非常可能之後 現在美國共和黨就講 他們要全面推動 所謂的反中的法案 沒錯 而且他們要對付什麼 以中國為首的軸心 沒錯 他這個Fight! Fight! Fight! 目前為止他Fight的對象是誰呢 包傑那就是中國 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他現在已經抵達了 Milwaukee 我們要進行這個 美國接下來的 共和黨的全國代表大會 但是他這裡面 這一次呢 除了要提名他 當任這個 共和黨的這個參選人之外 這次還要衝過 所謂的他們的黨綱 因為他們柔性政黨的話 每一年的黨綱是不一樣的 那這次的黨綱 就是未來川普的施政理念 這次通過了20條的這個黨綱 這次20條的黨綱裡面來說 大概有幾個重點 一個就是什麼移民法案 我們要最嚴格的移民法案 對 再要建立美國最強大的這個軍隊 然後要確保美元的這個地位 還是要重申美國是No.1 但這裡面有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地方是 他要求要取消給中國大陸 最惠國的這個待遇 這很嚴重嗎 他們很嚴重 抱歉 最惠國待遇就是WTO中間的 兩個國家中間的互相的這個狀況 他認定說 你可能還是開發中國家的時候 我就給你最惠國待遇 全部拿掉的時候 所有優惠都不見了 沒有優惠 對 沒有優惠 所以他這一次其實很簡單 就是他要抗中的意味 是更加的這個濃烈了 那尤其他這次黨綱非常有意思喔 他就 然後再說獻給被美國遺忘的美國男女 所以簡單的說 他其實這一次來說的話 就是我要盡力提升美國的國力 同時之間我要大幅的抗中的一個狀況 也就是他們現在的這個論調就是 美國很多的工作都被搶走了 是 被誰搶走 被中國人搶走 沒錯 所以我要讓美國再次偉大 就要對這些被遺忘 這些被遺忘的就是美國的工人了 事實上他被遺忘的是鐵鏽帶 他這次是被遺忘的是更多美國的國人 另外一個是什麼 保證你知道嗎 事實上現在大家都在看 因為他當選目前為止 看起來沒有什麼懸念 連他自己今天就說什麼 我覺得上帝救了我一命 所以你知道現在整個氛圍 是對他相當相當的有利 那於是我們來看 事實上他的這個前國安官歐布萊恩 最近在投書 因為很有可能他未來也可能會再回任 他說什麼 他說我們要以實力回歸和平 也就是說他未來的是說 我們要用更 如果你想要和平的話 就要為戰爭做好準備 所以他其實是相當強硬的一個狀況 所以他目前為止在說什麼 他說他曾經在這個媒體投書說 他認為應該要讓台灣參加所謂的演習 包括像這個所謂環太平洋演習等等 他說拜登拒絕這樣做 他說這是一個必須要糾正的錯誤 所以他的態度是相當強硬 然後他說海軍應該這樣一艘航空母艦 從大西洋轉移到太平洋 五角大西洋應該考慮到整個海軍陸戰隊 部署到太平洋 所以顯然歐布萊恩的政策裡面來說的話 美國最大敵人在太平洋 那在太平洋是誰 那當然就是中國這個國家了 所以你看到現在 川普之前的這個所謂的 不管國安團隊 或他這個所謂的親密的這些朋友 全部都放狠話 對 而且全部都對中國放狠話 對甚至還說什麼 你要重啟什麼 核子制爆 所以你看不是只有你這個普丁 能夠用這個核子武器威脅 我們也要這樣做 所以你看他有認為說 我們要加強我們包括說 核打擊能力的這個政策 所以你看歐布萊恩是這樣說 好那我們講歐布萊恩是比較偏向 所謂的外交政策這個部分 還有國安政策這個部分 但是對中國挖淚蛋的是什麼呢 寶姐事實上是什麼 關稅戰2.0準備又要開打了 你看這是華爾街日報說 中國為特朗普就川普 可能重返白宮再做準備了 那做什麼準備呢 因為第一個 他們現在觀察說 因為這幾天的時候 美國就要宣布所謂副總統的人選 如果副總統的人選呢 又是個鷹派的話 那就徹頭徹尾尾量了 連總統副總統都是鷹派 那對中國來說絕對沒有好事 另外一個就是他目前為止幾個 重要的核心團隊的人物 第一個現在重點是誰 是萊特希哲 也就是賴海哲 那為什麼呢 因為賴海哲或賴特希哲呢 他其實在這幾年的時候 他沒有在關路的時候 他寫了一本書 這本書就是 No trade is free 也就是說沒有什麼的關稅是怎麼 沒有什麼交易是免費的 意思是什麼 他就要弄他的關稅 他關稅要出來了嘛 川普曾經自己說他是關稅人 那他是把這個萊特希哲是火箭人 因為火箭人為什麼 因為他不是在這個 跟日本談判的時候 他丟一個飛機丟過去嗎 所以他就是飛機人火箭人 那他現在有可能要重新回來啊 重新回來 那他就是最重要的重點是什麼 他說這個美國革命以來 這個他把中國認為是美國革命以來 還有西方世界自由民主政體的最大威脅 所以他的態度是相當相當強硬的 所以就是說他上來的話 可能就會開始又把他的這個 過去的萊特希哲的那種所謂鷹派的事情 再重新再做一次 這美國革命以來 難道是美國建國以來嗎 當然啊 美國建國以來 中國是他最大敵人 當然他就這樣說 好那另外一個是什麼 另外一個是Navarro Navarro保險你知道 他事實上目前為止還在監獄 為什麼 因為他藐視國會 所以他被關 但是他是非常強硬的 這個川普支持者 而且他的很多 我們知道我們過去曾經見到他寫的書 他寫的書就是川普的政策 他現在也是他是為了捍衛川普 然後再被關被國會 藐視國會最被關 所以他應該出來之後 又會是川普的重要人選 那他們兩個都是鷹派中間的鷹派 所以你知道事實上 中國為什麼現在很擔心 他們回來重新再來的時候 我們知道這幾天很多大咖都出來 隱隱的開始挺在川普這一邊 伊隆馬斯克不用講 可是你看貝佐斯 貝佐斯他不愧是世界上千山有錢的人 他現在馬上也出來說 我佩服你的什麼風度和勇氣 那另外艾特曼也是 阿特曼他事實上是 美國對沖基金的一個大咖 他事實上在這個X上面公開 他公開支持川普 他是公開支持川普 那他說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阿特曼在2021年的時候 他曾經批評川普 他當時說 川普你煽動國會罪 你這個是叛國 他說你應該辭職 而且你要下台 他當時是這樣罵 可是他這次是支持川普 那你看神微軟的納德 或者說這樣 這個另外一個阿特曼是 這個OpenAI的公司 還有佐克勃還有庫克 其實他們過去可能都是反川普 但是至少在這一次裡面來說 他們都是讚揚川普 所以來說這一次 因為槍擊事件之後 川普已經是變成了神力加持 變成是美國的 美國之子 現在整個氣勢是完全不一樣的 對 會在 在禮拜六的 那一個槍擊 真的已經改變了美國嗎 剛剛講 現在這一個槍擊 沒有想到你 只差了一公分一秒鐘的時間 川普居然給成果 不然他就密上黃拳 那之後你看他的表現 他那個強悍的表現 正必高無 高喊的Find Find 你看到他高喊Find以後 後面的人全部起立 所有的人為之動容 這個東西 他已經無法擋了吧 已經完全無法擋 你要知道 今天《紐約時報》特別寫一篇文章 他就說 那個川普在整個 離經這個件事情 然後跟之後 就Find 裡面的一個狀況 他說 這個完全就是川普的本性 以及他知道 他在這個生死關鍵點 他都沒有忘記他的觀眾 他知道在這個時間點 他所要扮演的一個角色 那後來就是 這當然是紐約時報 他這樣的講法 那川普是說 他為什麼自己 到最後會講Find 他說因為在那個瞬間 他說全部的人 全部都鴉雀無聲 他說那是個 非常特別的一個瞬間 他自己知道 我一定要講什麼 我才能讓大家 給團結起來 所以他才會舉手講 Find 他知道這個時候 他要有表示了 對 他說你要有表示 你才能把大家的那種 凝聚大家的團結 所以他一講Find 所有人就講USA USA 那個這個現場 跟著跟拍電影一樣 你知道嗎 但是這個就回到 川普這個人 自己本身的一個天性 跟本性 第一個 他自己是強人 第二件事情 他其實長期是活在 所謂的美光燈的焦點 所以他其實知道 在這個瞬間 在這個其實對他而言 就是一個歷史一個瞬間 他要展現出 美國強人 強權那個姿態 然後川普 這個一邊的耳朵流血 然後高舉的拳頭 那一幕 真的人家都說 這一幕 決定了兩件事 第一件事情 川普應該已經是 當選美國總統 你覺得穩了嗎 應該是穩了 第二件事情 這個拍到那張照片的 攝影記者 應該會是這一次的 熱門的 普林茲獎的一個攝影獎 那其實除了這個畫面 我跟你講川普真的很厲害 因為他說 我們都知道他好像七月十五號 還是七月十八號 要被那個共和黨提名嘛 他說他本來覺得 他的那個 在那個提名大會上 他所有的發表的言論 全部都要炮轟拜登 但現在 因為他自己知道 他自己我的 他把所有的內容 全部都改變 改變什麼 團結 他說因為他收到太多 不同階層 不同政治觀點的人 每個人都來問他 他感受到 這是一個契機 什麼樣的契機 就是要用這個機會 來團結全美國人 讓國家團結起來 你聽到這個時候 你不會覺得 這張照片 這是我們現在 最新收到的照片 他在妙兒瓦基降落的時候 你看到沒有 一排人 站在這個地方 這個嘛 這就是當地的這些工人 這些所有的機場 的服務人員 所有人 你說一百我都忙得要死了 你下來就下來 我管你什麼事 全部都站在這裡 迎接川普 而且寶劍哥 你記不記得 那時候他被槍 被打到的時候 他第一個是說什麼 我的鞋呢 他找鞋 我要 讓我穿上我的鞋 對 為什麼要穿上他的鞋 因為這個moment 他還要處變不驚 我還要躺這麼快 到時候被那個精尊隊所拍到 會變成讓你落荒而逃 沒有 他還是要 所以你就知道 他很 知道 身為一個強權的總統 美國的總統 全世界最強大的國家 我在這個危機生死關頭 我還要堅持 我有那個班 所以在這個其實 我覺得某一種程度上 真的為什麼美國人 現在很多人 本來可能對他不認同的 現在都認同 還有一個非常厲害的一件事 你知道是什麼嗎 他現在第二天 他就去打高爾夫球 跟這個馬照跑五招跳啊 就是前一天差點沒命 結果沒有想到第二天 繼續去打高爾夫球 所以我覺得他那種硬漢形象 真的是已經是刻在骨子裡面 現在所有的美國的人 真的包括那個美國歌手 然後蛇歌手啊 這個50分啊 就幫他開了演唱會 有沒有 然後以他為出場啊 然後整個都幫他拍MV之類 另外一個UFC的格鬥的選手啊 艾文 他在比賽獲勝之後就說 嘿 我剛剛聽說他們想要打我的 My boy 川普 我很高興他沒事 然後就直接講 川普五萬歲啊 Let's go 然後就川普五萬歲 所以現在所有的美國 那種硬漢象徵群的代表人物 誰知道嗎 頭頭 川普 欸 這個天公的兒子你知道嗎 像這個也是啊 這個USA 川普總統 我向你致敬 你這個退伍軍人專遊 這太誇張了吧 真的 我跟你講 你不要說是他們 包括了一些 搞不好一些什麼警察啊 那一些的 全部真的都是認為 現在選舉雖然還沒有投票 但是心裡的總統是誰 應該已經還蠻清楚 還有包括網紅也PO 把那個川普全身弄上 有沒有刺激 經由這一次的奇蹟事件 真的會讓很多的選民因此而認定川普 所以提會 現在美國人都瘋了嗎 現在都對川普瘋狂了嗎 對川普瘋狂 而且美國人需要重返農藥啊 那拜登能夠帶領美國人重返農藥嗎 所以這個畫面 一比較來講的話 沒有比較沒有傷害嘛 一比較來講的話 大家認為說 川普才有可能帶領美國總統 而且不要忘了一件事情喔 川普既然沒有被打死 但是代表說他跟雷根是一樣的 你知道川普第一任來講 他就奉行的是雷根主義 而雷根主義 他雷根的任內來講 他最大的攻擊是什麼 搞垮前蘇聯啊 對 所以現在川普要搞垮誰 搞垮中國啊 所以現在錯來到底就是中國 你知道我觀察到了 接下來的川普 絕對會比在第一任的川普那時候 還對付中國更加嚴重 而且喔 包含中國的朋友圈 一個一個會被川普端掉 你知道什麼意思呢 你看現在中國來講的話 他透過什麼方式 透過墨西哥 透過巴西洗產地不是嗎 電動車 或者很多貿易來講的話 都是透過這些地方 進入到美國市場 他包含什麼 偷渡客 還有包含解放軍的偷渡喔 都混入從墨西哥 混入到美國境內 所以今天川普一上任的時候 不是只有對付中國而已 包含跟中國站在一起的 跟中國接近的這些國家 一個一個會被這個川普對付的 而且你知道啊 當然台灣要閃遠一點 台灣如果跟著中國套開鏡的話 今天川普也會對付你的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今天川普我想 大概已經局勢底定了 很多人認為說 這是垃圾時間 不過我覺得啦 拜登如果要搬回一城的話 也不容易了 現在看到民主黨內部 也沒有人說要去取代拜登了 為什麼 所以現在 你看這個情況之下 誰能夠對付川普呢 所以呢 拜登裡面沒有人要當炮威 沒有人要當炮威 沒有要當這個最後呢 這些民主黨的政治明星 保全自己 而最後可能川普真的是會當選 市長你說 現在中國的三中全會 根本沒辦法談也 沒有辦法擬定計畫 因為有個關鍵 關鍵人物居然是川普 川普現在變成中國 最大的灰心牛 他現在這個龐人大物直撲而來 他會做什麼招 他會出什麼招 你根本不知道 他現在要把你脫鉤 他現在要跟你儲何開鏡 他現在要取消你的最後的國待遇 在這種狀況下 中國根本不知道該怎麼辦 沒錯 目前為止來說 你看到這個畫面是 川普出現在這個 共和黨的全國代表大會裡面 他這個右耳包著這個沙布 你看他出現在共和黨的這個大會裡面 也難求他已經是總統這樣 然後大家都跟著他在那邊 F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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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這個畫面是相當的激動 但除了這個之外 其實保全這一次裡面來說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人出現了 那就是川普他所宣布的 這個副總統搭檔的候選人 已經有宣布由這個 現年三十九隊的 惡害二州的參議員 范斯來擔任 那保全我跟他講 自然如果范斯確定是他的副總統的話 那我跟他講 中國絕對沒有好日子過了 為什麼 因為連總統副總統 都是非常的大鷹派 尤其范斯是超級大鷹派 你知道他這個被提名之後 他接受媒體 Bloomberg採訪的時候 他第一件事說了什麼 他說什麼 這個 China is the biggest threat to US 他就直接講這個 最大的威脅 他就直接講這個 所以你知道他的最重要理念就是 中國是美國最大的威脅 所以任何人講的第一句話 是他最重視 他就直接說這樣子 那他曾經說過什麼 他曾經說過你看 美國最需要的是防止 就是中國清台這樣的狀況 然後他說一旦這個事情發生的話 美國會造成大災難 而且是大蕭條 所以他對台灣非常了解 因為他以前是搞創投的 所以他會 他知道什麼AI 他又懂了所謂虛擬貨幣 所以他很了解台灣的一個狀況 然後他說什麼 要把台灣 要把製造業帶回美國的時候 不要再依賴中國了 就這樣一個狀況 然後他針對 進口中國的方面來說 要讓中國增多更多的關稅 所以等於他的方向 跟川普是完全一模一樣 增高關稅 對 所以我才跟他 要全力對付中國 對 所以我才跟他說 中國接下來要真的割在蛋 為什麼割在蛋 我就跟他講 事實上這一次的 我們都說拜登好像上台之後 對中國也是好像沒有好臉色對不對 但其實真正發動這一切的人 是川普 對 川普從什麼時候開始 你看我們記得他2017年的時候 當時不是還跟習近平很好嗎 到紫敬成 對 紫敬成 你看他訪問中國的時候 不是還非常好嗎 他這個 這個川普 拜這個所謂 習近平還打開了非常多的地方 讓川普去參訪 對 在那邊想到 他回城的時候就知道說 中國絕對不行了 我們要好好的來遏制他 所以保證人家 從他2017年離開之後 他做了第一件事 保證人家是什麼嗎 什麼 在2018年的12月的時候 他抓了一個人 那就是孟晚舟 在加拿大抓了孟晚舟 抓孟晚舟是他抓的 以前哪有一個美國總統敢這樣幹 對 他敢這樣做 他就抓了孟晚舟 抓華為的小公主 孟晚舟 對 從這時候開始對華為 開始封殺 就是第一個 他敢這樣做 那緊接而來的話 2019年展開什麼 對中國的關稅 全面關稅 開始拉高 只有他敢這樣做 然後他後來要求什麼 萊特希澤 就是他們的貿易代表 你去跟我談一個貿易談判 當時中國投降 他說好啦 我就給你買很多東西 結果拜登上台之後 保證人家 幹嘛 中國有沒有旅行這些條例 沒有 完全沒有 所以我就跟你講 拜登這個川普上台的第一件事 你當初答應我的事呢 你有沒有做到 你根本沒有做到 所以我就跟他講 這個 這個所謂中國真的揣著蛋 另外一個 我跟他講 拜登呢 他對中國科技業的扼殺 他有一個叫做 小院高強 對 小院高強 對 小院高強 保證人家知道拜登跟這個 這個范茲他們主張什麼嗎 他主張什麼 全面脫鉤 他們是全面脫鉤 你說錢沒錢 所以你就知道 事實上這個對中國壓力 是非常巨大的 另外一個就是 重要的人來了 就是萊特希澤 就是當時的這個 關稅的這個貿易代表 他現在準備 要回到這個美國 要可能擔任財政部部長 那他擔任財政部部長 他當然不會給中國好臉色 第一件事 我當初談判的這個細則 你有沒有買 你要買多少東西 你有沒有買 沒有買那什麼好談的 所以你看 川普不是說嗎 他在當選的時候 會考慮到中國進口 課徵60%的關稅 他不是只有講一次 他2月4號是說 所有中國產品課60% 那所有進口美國要課10% 然後他還說 中國的製造車量 要課50% 然後中國車在墨西哥生產 要課100% 所以他 所以你就算把車子 跑到了墨西哥 你在那邊洗產地 我照樣幫你課100% 所以他是對中國 是又更加強硬的 所以你知道最近 出現一件什麼事嗎 中國現在 你知道最近一段時間 中國輸往這個美國的 所有的貨櫃價格 完全暴漲 暴漲到一個箱子 1萬多美金 這已經來到以前歷史的新高 那你知道寶傑 為什麼會這樣子嗎 因為中國的進口業者 中國的出口商跟美國的進口業者知道 日子快要沒了 因為川普要來了 趕緊出貨 現在全面出貨 有多少東西就出 運多少東西 你要運到什麼程度 運到連韓國廠商都說 我們目前為止要運到這個美國去的 完全都沒有貨櫃啊 所以你就可見 中國現在趕快趁機 這個時候趕快 能夠運的都運過去 未來幾年的全部都運過去 他們真的擔心說 你今天川普上任之後 中國的東西就賣不出去了 所以他們現在開始狂運 不只是這樣寶傑 連空運都一樣 他這個什麼西運啊 他們都用空運運 現在等於是能運多少 都運多少 因為他們知道 在今年11月大選結束之後 到明年1月之後 搞不好這些貨品 可能都要被課高關稅了 全世界覺得中國完蛋了 為什麼中國完蛋 因為他非常的反中 而且他的反中 不是根據我的所謂的學識 不是根據我的職業 他是根據他的生活經驗 原來他是二海二洲長大的 他就是那個鐵袖袋長大的 他的爸爸媽媽就是那個 沒有工作的老白男 也就是 中國把這個地方的工作搶走 他最感同身受了 王傑哥不是老白男 是窮白男 其實你聽他 我因為他寫了一本 非常有名的書 我們中國把它翻成 是絕望者之歌 然後英文其實叫做 Heal Billy Allergy 為什麼 叫Heal Billy 香巴老 他的意思就是說 他從小就是香巴老 他的外公外婆 他們其實是那個 愛爾蘭裔跟蘇格蘭裔 然後他們是因為 懷有美國夢 所以來到了 阿帕拉契山這邊部分 他們是從事所謂的 礦工跟發木工 然後呢本來就是 因為後來二戰之後 美國經濟不錯 搬到城市裡面 搬到城市裡面 後來他這本書 變成是電影 搬到城市裡面呢 沒有想到後來因為 就整個中國加入了WTO 中國搶走了美國的工作 整個經濟不行了 他們卻背負著房貸 所以他的媽媽 你知道他的媽媽是 不斷吸毒 然後又跟很多不同的男人 有很多很複雜的一些關係 這個你看畫面上看到 就是他外婆 他從小就是被他外婆養大的 他外婆是他的人生裡面 教導他要認真工作 教導他要負責任 教導他說你每天你每個決定 做對了你的人生就會翻轉 所以他就說你知道他寫這本書 他這本書的意義就是說 為什麼美國會有現在 這麼多數百萬計的窮白人 因為我們的工作 除了被中國拿走之外 最重要一件事情 這些人活在絕望當中 所以才會叫做 香巴勞之歌 那他說光是他那本書出的時候 是2017年 他們惡害惡洲就有幾十人 因為吸毒而死掉 然後他就啊 他們不是惡害惡洲 在惡害惡洲 他成長了個症 就有幾十人 因為吸毒而死掉 所以他就講到說這麼多人 所以他才感覺到那種 絕望的感覺 對 就是他非常非常懂得 鐵鏽帶的這一些年輕人 這一些窮白男 他們在想什麼 然後呢就是他等於 後來就奮發向上 然後他真的就 他不僅是惡愛赫州的州大學 他甚至是拿耶魯的法學院 然後呢他後來就是因為獎勵 然後又加入了創投公司 所以他所代表 為什麼川普現在要提名他 其實你要知道 這是完全是策略上的意義 因為這一次美國總統大選 最關鍵在哪幾個州 就是在賓州 威斯康星 恩亥俄州 這些搖擺州 都是鐵鏽帶 都是鐵鏽帶 所以他現在提名他 你知道他今年才38歲 他是美國那個 大概史上 第二個年輕的一個副總統 他現在提名他 某種程度上 就是要栽培他 四年之後 有機會再變成是 共和黨爭取美國總統 所以換句話說 這個年輕人 范斯本身代表的 就是美國夢 雖然我出身貧窮 可是我靠我的奮鬥 我還是可以出人頭地 然後川普 現在提名他 某一種程度 也是要告訴這些 鐵鏽區的這些窮白員 川普回來了 川普可以幫你們實現 你們的美國夢 好 所以提問 現在川普等於說是 證券摘物 而且傳出了一個消息 就像你之前講的 現在民主黨 已經沒有所謂的滅燈計劃的 沒有人講說要把 那個拜登給幹掉 因為換誰來都一樣 而這個決定 也就是現在 川普真的會變成了 中國最恐怖的灰犀牛嗎 沒有錯 因為川普回來之後 絕對不可能說 對中國採取什麼 軟的政策 一定是採取更加硬的政策 這是其實很簡單的道理 你過往來講 承諾我的東西沒有達到 而且我沒有辦法連任 就是你害的 他真的覺得是中國害的 是啊 那為什麼 而且你不要忘了 當年來講的話 2020年10月 甚至有傳出說 有可能會打一場戰爭 那場戰爭有可能就是 川普發動的 他想要當一個戰時總統 後來被壓下來了 他就要在南海發動戰爭 所以那時候其實跟中國 非常關係處得不好 那這時候呢 他竟然落選 落選之後 好啦 吞下去了 讓拜登做做看 結果拜登現在做的這個樣子 民怨開始試騎嘛 為什麼 通膨壓力很大 所以現在川普強勢違規 而且順風順隨 你看到 他竟然提名 曉他將近有一半歲數的凡思 只有38歲 39歲而已 你知道這個凡思來講的話 他曾經就是投書 這個紐約時報 也提到一件事情 我們不要再去支持烏克蘭 我們應該全力支持台灣 現在來講的話 他認為說愛國者飛彈 本來就應該給台灣了 你會延到 如果你都給烏克蘭的話 你會延到給台灣的這些不會 而且他也認清楚一個概念 什麼概念 如果台灣被中國拿走的話 那美國就完蛋了 所以台灣一定不能被中國拿走 所以他這個基本意識形態 就已經扎根在他的這個腦袋中了 所以他跟川普一樣 一定會 很多人認為說 川普上來的時候 會不會賣掉台灣 或怎麼樣之類 事實上我認為不會 為什麼他選擇凡事 因為他們兩個路線完全是一致的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其實我們 而且再來有一件事情 美國的老派的政治人物 很多都可能跟中國有關係 但是問題是這一位是38歲39歲而已 沒有關係 跟中國完全沒關係 而且是土生土長的美國人 而且是白人這種情況下 跟賀錦麗的老公完全是兩回事 你拜登提起了賀錦麗 你老公跟中國做生意 我提的這個范絲 完全跟中國沒有關係 所以代表說我對中國沒有情感 我用力的打下去 也不會傷到什麼 他自己個人家族的什麼利益之類的 所以這個可以明顯的看出來 未來川普跟凡事的一個政策路線 川普當然講的 你現在上來我們都知道 他現在所目擊的 都是一個反中大將 當然他叫目標就對付中國 可是他今天提到了一個人 把大家嚇得毛骨悚來 他說美國有這麼多的總統 美國有這麼多總統 他說他對誰最佩服也最仰慕 居然是什麼 第25任的總統威廉麥金利 威廉麥金利我也不知道到底是誰 我們知道整個美國一直有什麼 我就是 等於說我獨佔其身 我有門羅主義 我不要去干涉別人 他其實不太發動戰爭 這個麥金利 他發動了關稅戰爭 發動了美西戰爭 他是美國總統發動戰爭的人 他是敢戰 他敢戰 而且他願意戰的人 竟然他是川普的偶像 那是代表說川普也要戰嗎 而且賴總統在殺對不對 現在川普他這一次回來之後 他的殺氣會非常非常的重 為什麼殺氣會非常非常重 寶傑那我們原本都以為 川普他最喜歡的總統就是雷根 那雷根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把這個 這個蘇聯幹掉了 我們都以為他是這樣子 所以他很喜歡雷根 但是今天呢 川普在接受這個外交雜誌的訪問 他就說 沒有其實我不是 我不是最喜歡這個雷根 事實上我更喜歡另外一個總統 那種總統叫做威廉麥金利 他給他兩個評語 一個叫做戰爭總統 另外一個叫做關稅之王 所以這兩個戰爭總統 關稅之王 這兩個就是他認為 麥金利非常好 他要往他學習 那接下來 川普不就要做兩件事情 對 戰爭跟關稅了嗎 對 沒錯 我跟他講 這個麥金利到底是誰呢 我們不是有所謂老羅斯福總統 跟小羅斯福總統嗎 那老羅斯福總統的前一任 就是威廉麥金利 那因為威廉麥金利 後來被槍殺之後 後來才是老羅斯福總統 他也被槍殺 對 老羅斯福總統能夠接任 好 那威廉麥金利 他到底做了什麼事 寶傑 我跟他講 是他當選的時候 他第一個事情是 因為過去一段時間 如同這個寶傑說的 美國很少在本土以外擴張 但是他發動了一件事 他發動了美西戰爭 因為古巴的問題的時候 他就決定跟西班牙作戰 跟西班牙作戰之後 寶傑 你看 後來他拿到什麼 拿到了古巴 拿到波多黎各 拿到菲律賓 又拿到這些地方 關島 夏威夷 對 就拿到這些 夏威夷也是 夏威夷原本是屬於日本的 就是他還是一個獨立王國 那當時有很多日本人 結果他就想說 那我們要把這個 夏威夷並吞掉 為什麼 因為這個地方 對美國影響太重要了 所以他出兵去把夏威夷並吞 因為他說 所以你說美國變成了一個太平洋國家 以前他都是面向大西 是的 他變成了一個太平洋國家 對 是從邁進力開始的 對 就是因為美西戰爭 菲律賓跟關島拿過來之後 因為後來又拿下夏威夷 所以等於是 美國面向整個太平洋的話 他有非常重要的責任 再來就是什麼 他打開中國的門戶 保健壯他事實上 原本不是說什麼義和團 或是說八國聯軍 進去在中國的時候 他主張是 中國的利益是大加均分 對 所以某些程度來說的話 他進入這個中國的時候 也是他打開中國的這個門戶 另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 他課關稅 為什麼他課關稅 因為他就任的時候 他認為說 美國當時收了很多 國外的這個商品的傾銷 他就開始課關稅 然後開始保護美國的製造業 還有工廠的工人 所以就變成是說 你看他的這些政策 打壓中國 或是說這個往外擴張 甚至是保護主義 這些都是川普非常欣賞他的原因 所以他是參加了八國聯軍 對 八國聯軍之後 他主張門戶開爆 對 所以你知道他事實上 你就知道說事實上 他的這個 麥金利的這個作為來說 川普現在開始研究他 所以你看 隨著這次川普可能會回來的時候 我們也要好好的來研究 研究這位威廉麥金利總統 因為他的所作所為 現在川普在研究 可能川普這次上來之後 他的殺氣等等 你就知道 他到底要做什麼了 因為你說現在川普真的 就在做兩件事情 他已經十面埋伏 十面包圍了中國 他現在根本有可能 對中國發動戰爭 因為之前不是講嗎 他在之前第一任戰爭的時候 他本來就想發動一場戰爭 只是那場戰爭沒有成型 好 沒有錯寶傑 事實上他接下來的任務 我覺得幾個 第一個 他對中國覺得會大顆關稅 再來就是說 他今天不是說了嗎 真的要台灣交保護費嗎 寶傑我跟大家講 他其實就是真的要台灣 提高我們的國防預算 為什麼這樣說呢 你看這個有人就整理出來了 在這個川普時代賣的東西 跟拜登時代 你看這是很直觀的 差太多了吧 不對稱武力的部分 然後包括說 這個軍售維修的這個部分 彈藥的部分 還有傳統作戰能力 你看川普每一個數字 都是壓到拜登的 那有人就統計出來 川普一共價值183億美金 賣給台灣 那拜登只有44億美金 差這麼多 差很多而且他賣的 F16CD賣給台灣 然後行李代的這個電站夾倉 賣給台灣 M1A2的這個坦克車賣給台灣 海馬斯賣給台灣 這MQ9B賣給台灣 什麼他能賣的 全部都賣 對 所以顯然他嘴巴是說 台灣很有錢 所以你要多加一些保護費 但是事實上 他為什麼要台灣買這麼多 保證你知道 事實上真的兩岸開戰 或是真的趨勢充足的時候 他買的這 我們買的這些東西是 美軍可以使用的嘛 所以他們言下之意是說 你多買一些武器 真的保護費 對 而且他還說什麼 他說我們美國 對台灣的這個 我們就是個保險公司 他還這樣說 所以顯見 他是用生意的角度 在看台灣保護這件事 只要保護費談得好的話 我覺得他是就像保險公司一樣 他覺得會履行那個保險責任 好 題目 該講的 今天川普居然在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最仰慕跟心儀的是威廉麥經理 想說威廉麥經理是誰 你幫我點醒才知道 原來麥經理有發動兩個重要戰爭 關稅戰爭 還有實質的美西戰爭 而且透過美西戰爭 他整個美國進到了太平洋 他變成了一個太平洋的國家 而且關鍵在哪裡 夏威夷 關島 他才有辦法 一路一路一路的進到了亞洲來 更重要的是 麥經利也開創了共和黨的執政 也就是說後面執政有30多年的時間 也就是說川普他自己自以為 未來他可能要學麥經理 把共和黨這個總統的位置 長期執政的概念 但是其實說真的 川普其實已經有開始自己的風格了 他其實可以走出自己的風格 不一定要學雷根 也不一定要學麥經理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他其實這樣的商人執政 他已經告訴大家說 很多東西 只要對美國國家利益有利的 可以交易的 什麼意思呢 他今天不是講了嗎 你台灣很有錢 付保護費 對 付保護費 這什麼意思呢 我今天來講的話 我要賣給你軍購 要賣什麼東西給你 然後要求你做什麼事情 台灣你要出錢 你要出錢又出力 你出錢又出力的話 今天台灣能夠成為 川普眼界當中的一個對象 其實台灣要自己很慶幸自己 有些國家他根本看不看在眼裡 你記不記得 上一次他在北約峰會的時候 把前面一個總統推開來 讓你擋住我的鏡頭了 那個是誰 那個是門第內格羅的總統 誰知道門第內格羅是誰 對不對 所以是什麼意思呢 他都不看在這眼裡 因為你沒有錢 你沒有任何東西 烏克蘭結束戰爭 為什麼要結束戰爭 你烏克蘭只會花我的錢 你烏克蘭來講的話 你能夠提供美國什麼貢獻嗎 不行嗎 沒有嘛 你根本就是 你今天講欠美國那麼多錢 你未來怎麼還對不對 所以烏克蘭今天 折倫斯基也說什麼事情 說他其實已經跟共和黨 也好好私底下談好事情了 未來來講的話 他相信川普也會跟他 好好的結束到這次戰爭 為什麼呢 這一次折倫斯基到華府去 這個拜登不是叫錯他名字嗎 叫他普丁總統嗎 事實上在場 有很多共和黨的州長 都偷偷的跟這個折倫斯基見面了 都在喬什麼事情 接下來怎麼結束戰爭戰爭 而結束戰爭的主要目的在幹嘛 全心全力對付中國 這其實才是川普他們說要的 而且川普還沒上任 俄烏戰爭的氣氛已經改變了 現在折倫斯基居然講 他願意邀請俄羅斯 也就邀請普丁 參加第二次的和平峰會 是 和平峰會要定在什麼時候 美國總統選完之後 11月中以後 然後這時候呢 折倫斯基也認為說 俄羅斯應該會派人家參加 他做面子給川普 是 因為所有的風向完全變了嘛 所以代表說這個東西趕快結束掉 結束掉幹嘛 結束掉美國全新的一月 等到明年的一月的時候 新的總統就職 川普就就職之後 全心全意來對付中國 這才是中國現在為什麼大家說 全皮皮剉的原因呢 那你再看到一件事情 普丁有講什麼話嗎 沒有 普丁有說習近平現在 就是說 到底這個中俄之間的關係又怎麼樣 現在其實又互相在猜忌啊 所以換句話說 其實大家都在等著川普上台 而現在所有的民調指數 雖然說什麼民主黨 親民主黨媒體做什麼 只差兩趴或是差幾趴 那都不是重點 因為美國的選舉就是 美國人的這個選舉 總統選舉人團 所以你今天共和黨 在民調普選票上面 可以贏一些的票數 那這代表說已經早就過了 這個川普來講的話 贏得270票 淡數以上的總統選舉人團 現在據大家統計 已經拿到320幾票了 應該篤定當選 好 會成 當然現在川普中那一槍之後 大家現在做民調了 做民調有一個人 沒有嘛 他贏不多嘛 只贏2% 可是按照CNN 他是根據了各州 各州因為他是根據他的選舉人團 他會大勝耶 是 CNN說光是原本 他們共和黨 就已經是穩超勝算 大概就拿到272張的一個選舉人票 在這一次所謂的一個搖擺州 威斯康辛州 賓州跟亞利桑那州 這幾州在2020年 那一次事實際上 都是因為這個拜登拿到了選舉人票 所以才會拜登顯勝 那現在情況是 如果這一次所謂的贏2% 都是在這個 相差不到10萬票的這些州的話 哇 這幾州的選舉人票 都變成是川普拿到的話 可能川普會拿到330張的選舉人票耶 那拜登最後只剩下208張 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們認為 可能不只是川普贏得總統大選 甚至連這個國會的選舉 共和黨應該也有機會 變成是主導了 贏得穩超勝算 也會變成參眾兩院最大黨 對 就會有可能變成完全面執政 所以現在情況是 他們認為 川普現在 應該說共和黨 全面執政的可能性 越來越大 就現在擋不住他了嗎 已經有點擋不住 而且除了從那一個相關的民調 出來的情況來看出來 另外一個是什麼呢 就是出現倒戈 誰倒戈呢 國際卡車司機兄弟會 這個主席 他們竟然這一次有出席了 共和黨的黨代理保大會 那我們都知道 剛剛提到的 國際卡車司機的兄弟會 他是從2008年 2012年 2016年到2020年 長期以來都是支持民主黨 所以他這一次 雖然他這一次在共和黨 上一個大會上 他並沒有直接講出說 我們支持川普 但是人家認為他這一次的出席 而且呢 感覺上他說 我們還沒有決定要支持 任何黨或任何人 在這種情況之下 其實就已經代表著 他們可能不再像以往一樣 來支持拜登 所以呢 這個當時他們總共的選舉人 裡面有 他們的那個會員人數 有130萬成員 所以他在全國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工會 其實2020年那個 拜登就是因為 還好有他們的支持 所以他在這個勞動階層這個部分 是有領得很大的一個支持 如果這一次 連這麼重要的一個支持 拜登的力量都倒戈了 那真的對於川普來講 真的是如虎添翼 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 你知道嗎 他們說根據現在的一個 這個投內的錢來看 這個工會 像共和黨已經捐了 4萬5千塊美元 他們這種勞動階層 竟然會願意捐了這個錢 是給共和黨 就代表說可能 內部裡面已經有一定程度的人 是支持共和黨這個部分 而且你剛剛看到 那樣的一個撤退 就是把他們在邊境尋跑 而且今天拜登跟川普 最大的一個不同就是 他是反對這個 你這個開放邊界的 就這個等於說今天 很多的 我們講很多現在 他的拉丁美裔 很多的黑人 為什麼現在是受不了 所以你是開放的移民 開放移民你搶的什麼 你搶的是中低階層的收入 這個工作 你不是把這些人給逼死了嗎 是 我們本來都以為 像是那個川普 他向來感覺上 就是比較有那種白人族裔 那種感覺 就是覺得很 很維護他們 然後對於所謂的 有色人種或者是少數族群 比較沒有那麼樣的在意 他們的權益 沒有想到現在拉丁裔的 還有一些獨立的人 甚至連所謂的非裔這個部分 竟然那個川普的支持度 都開始穩定上揚 最主要原因他們就認為說 我們這個現在非法移民 實在是太多了 甚至有一些拉丁裔的 他就說 我支持川普的強力政策 驅離非法移民 而且甚至有57歲的 之前他的祖先也是從這邊來 他說我不認為 這個川普他會馬上 雷利風情的展開這個拘捕行動 他只是要制定一個可行 比較嚴格的 讓那些真正不屬於這裡的人 可以離開這裡 不要再來跟我們搶政相關的工作 所以你就會發現 美國這個經濟問題 真的是可能會導致這一次 包括勞動階層 本來以前可能不喜歡川普的 這一次反而都會將票投給川普 剛剛講的現在是 美國共和黨 全國黨代表大會開始的時候 剛剛講的川普進去了以後 根本就受到神一般的 這樣的一個接待 為什麼受到神一般的接待 因為現在剛剛講的 當時我看畫面 他當時在演講的時候 你真的把那個細節 在整個仔細分析的時候 我覺得連我都覺得非常誇張 他不過頭這樣 他只是這樣 就看這個畫面 他只是頭輕輕一撇 就這邊一撇 輕輕一撇 不到一秒鐘的時間 他居然改變了這個世界 為什麼講說他這個頭輕輕改變了 以後 導播我看 他本來看著右前方 看著右前方以後 他只是輕輕地看了一下 導播看這個 子彈就這樣子 本來是這樣看的 轉成這個樣子 不然他如果頭沒有撇過去 那個子彈就射到他的腦袋裡了 是寶傑哥 就差這半英寸 就差這一點 就這個 對 就差這一秒鐘的時間 世界就會截然不同 這就是為什麼現在 川普所到之處 大家都把他認為是一個神奇 因為他受到上帝之手的一個眷顧 因為他因為是上帝之子的一個情況之下 他竟然可以在槍口下活下來 這真的是讓人家太不可思議了 而且最重要一件事情是 他這個生死關頭 他在那個知道自己沒有大愛之後 他竟然還可以舉著他的拳頭 高喊Fight Fight Fight 這充滿顯現出了 美國的一個鐵漢精神 一個強權之國 也在那瞬間突然之間在場 所有人都被團結起來 每一個人靈魂最深處的美國精神 都被因此而喚醒了 所以這是為什麼現在拜登 川普所到的 他們包括共和黨的那個 黨代表大會上 他所出現之處 支持群眾淚流滿面 每一個人看到他真的都是痛哭流涕 甚至有那種白綁擦擦擦的老人 看到他講說 你說在全國黨代表大會的時候 整個氣氛都燒起來了 燒起來你看這個 這個人已經大概也就是六幾歲 你看大家看著川普走進來 每一個人都非常的感動 有的老人竟然還痛哭流涕 為什麼 甚至又說我從我媽媽過世之後 我都沒有哭成這樣 為什麼 因為他們真的知道 他們差一點 整個世界就完全不一樣 那如今逃過一死的川普 如此的活生生 而且如此精神異異的 出現在我們面前 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美國要更強壯 美國要更堅強 而我們每個人 從今而後 會死心塌地的嘴水沈 好 那剛剛講的 不但是川普剛剛那一槍充滿了戲劇性 被認為說他是天選之人 另外你剛剛講的 他的副總統候選人 范斯沒有講他是鐵鏽帶出來的 鐵鏽帶出來了以後 他更有戲劇性 原來他的出身是非常的悲慘的 原來他等於說 當時為了要扭轉他的命運 他是去從軍的 他當時就加入了海軍陸戰隊 剛剛講他的鐵鏽帶的經驗 出了一本書 還變成了上校書 如果你就看到那本書就可以看到 為什麼他這麼痛恨中國 因為當時他們家所有的工作 那個小鎮所有的未來 那些工作機會 竟然都被中國奪走了 是啊 范斯他寫的這本暢銷書 就是叫做《絕望者之歌》 那事實上這也是寫 他自己本身的一個家族故事 那你知道嗎 他在寫這個家族故事的時候 他甚至一開始下筆的時候 他覺得我不想寫 因為他覺得我這麼窮困 我們是鄉巴佬耶 我們被人家稱為是紅脖子耶 為什麼叫紅脖子 你從那種窮白男 在那個田野裡面工作 被太陽曬到紅的人 這種人叫做紅脖子 他說我家是這麼窮困的人 我今天我要寫我的家族故事 不是很奇怪嗎 但是他的老師就鼓勵他 鼓勵他說什麼 你代表著這個族群的美國人 而這個族群的美國人 因為現在經濟的狀況 播得非常不好 你必須寫出你們的故事 你必須寫出你們這一代人的故事 有這麼慘嗎 真的很慘 你知道他就說什麼嗎 他說他小時候三餐 每天都說我們每天的飲食 就像是每天要讓你更早死一樣 因為從一早就吃的那種 就是那種很甜的甜點 然後午餐吃墨西哥卷 晚餐吃麥當勞 吃了其實花了不少錢 大家都知道 因為你應該要自己煮比較健康 但是我媽媽每天都在吸毒啊 我媽媽每天都跟她男朋友在打架 沒有人在管我們啊 我們家唯一安靜的時刻就是 可能就是大家他們沒有吸毒的時候 罕見的一個清醒的狀況 但是可遲不到一兩天 你看一巴掌就過來 一巴掌都打過來 所以她其實她媽媽的那一種生活 對她其實產生很大的壓力 但還好她有一個非常疼愛她的一個外婆 她外婆不但告訴你 告訴什麼 我們身為美國人 我們就是要負責 我們就是要認真工作 我們這一輩子都要非常的愛上帝 所以她說說因為有這個 我的外婆存在 有她的愛 所以可以讓我導入正軌 然後她就講到說 她後來可以變成這樣的關係 都是因為她媽媽 因為她外婆 對 但是她講的一個重點 不是每一個像我生活在這樣子 中央小鎮的男孩 都有一個這樣的外婆 其他沒有這樣外婆的人 他們會變成怎樣 所以你剛才講的 這個是她非常年輕的時候 她18歲的時候 我剛才講她在那個地方非常絕望 然後她就只能去重軍 這個重軍後來改變她的命運 然後她就去念書 然後她到了耶路 她才轉變她的生命 是 所以為什麼川普這次提名她 因為她是鐵袖帶出來 從一個鐵袖帶出來的小男孩 竟然可以踏上白宮之路 這她的人生就是一個美國夢啊 而且你要知道這一次被視為總統大學裡面 最關鍵的其實就是鐵袖帶 包括賓州 威斯康西州 密西根州 然後那個 她的太太是印度人 是 所以你就知道他們整個家庭 其實就代表著一個美國夢 所以拜登他們認為這次總統大學 在這五大州的一個搖擺州裡面 有這個鐵袖帶裡面 大概不超過十萬票 所以他必須要提這個範思 範思的一個出現 就告訴這些年輕的窮白男 告訴了這些美國人什麼 我都可以這樣走出來 你們也一定可以 所以你知道這個 他寫了這一本書 最後他們就問他說 你寫了這一本書 你最想告訴你這一代的 這個窮白男的這個年輕人 告訴他們說什麼 他說我希望我可以告訴他們 你們以為你們做任何決定 都改變不了你的人生 不對的 你們只要做對了決定 你們可以改變你的人生 所以其實這就是為什麼 美國的勞工階層認為 可以票投共和黨 票投川普 票投泛斯 更能代表他們的價值 為什麼 因為他們認為 我們身為美國人 我們本來就是勤奮工作 我們的價值就是要愛家 愛上帝跟愛你的工作 結果現在民主黨他們在幹嘛 民主黨他們竟然去對於 那些非法移民者 給他們非常多的補貼 他們對於那些吸毒者 給非常多補貼 他們對於那些好吃懶做的人 給非常多補貼 讓這些人來搶我們的工作 這怎麼可以 所以為什麼 美國的這些勞動階層的人 他會認為共和黨 更符合他們的價值 所以你知道嗎 這一次相關的一個 民調顯現出 有多達41%的美國人 認為應該要在美墨邊界 築起高橋 有三分之一的人 認為要驅離這些非法的引領 所以代表著 川普他的這些相關政策 事實上是真的能投棄 這一些鐵鏽的帶 以及這一些 所謂的勞動階層 他們的一個心 好 雨萱 看到之前 拜登跟川普的第一場辯論會的時候 很多拜登的支持者 包括一開始 紐約時報就開出第一張 你趕快下台吧 你趕快換人吧 我們已經受不了了 可是妙的是 當你看到了 川普那一槍發生了之後 現在民主黨內 所有的滅燈計劃 要求拜登趕快滾蛋的聲音 居然都沒有了 因為他說 大家都非常絕望 因為你現在換誰都來不及了 而且更可怕的是 很多大樁腳 一個一個倒戈 連以前支持民主黨 非常重要的卡車工會 都跑掉了 保安剛剛已經講換燈 代表你心中 還存有一絲希望的光火 但現在民主黨已經正式熄燈了 因為所有人大家都放棄希望了 因為換燈代表說 我至少還有機會一搏 包括我的參眾議員 可能選舉的選情還要好一點嗎 對不對 但他們現在已經全部 啞口無言 鴉雀無聲 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沒辦法 從川普中彈之後 再也沒有人 再提到換燈的事情 你知道為什麼嗎 大家都好包包起來 收收起來 不用拔 不用餘了 不會贏 所以他們現在全部 呈現一種集體的沉默 跟集體的恐懼當中 而這個恐懼代表說 我們絕望嘛 這燈換的也一樣啊 所以保理哥 你知道有趣的是什麼嗎 當時大院們對於這換燈計劃 還有內鬥內行 民主黨大概想說 我們誰來搶的 2020是不會贏 還搶2028 結果你現在現在 完全沒有任何人說 當時還出了六個名單 現在六個都不見了 六個你現在點名他對不對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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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沒有關係 拜託不要點我 你知道什麼嗎 現在誰上去 誰是政治自殺 代表說我要承擔這個 拜上的結局 所以乾脆把拜登這個 反正穩輸的 把他往前線推就好了 而且拜登果然呢 不負眾望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現在民主黨內部的人說 哎呀 我想一切都結束了啦 遇事之後 我們已經完全喪屍動人了啦 甚至有人講說這個是非常 這個我們講爆炸性的一種結果 而且非常糟糕的一個局勢 因為呢 對我們現在來講 所有事情都停擺了 等於是民主黨完全動不起來 所有事情都停擺了 拜託跟你努力要有方向啊 那我們現在做什麼都輸 我們現在到底該怎麼才還好 不是他講說現在民主黨 完全不能去罵川普 你知道嗎 罵川普會被反噬的 那他們現在 我跟你講乾脆去罵拜登好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拜登還是來了 即便面對這麼艱困的選情 即便面對這麼艱困的處境 但拜登始終是拜登 因為他最近在這個 橢圓形辦公室 也就我們講白宮裡面呢 你知道他講說什麼啊 他說 Let me make American soul make America soul 然後大家傻眼 各位你知道為什麼傻眼嗎 因為 Mega 你知道Mega是什麼嗎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那這是誰的競選口號 川普的 對然後結果你知道 拜登在白宮裡面 差點講出來 他差點講說 Mega soul Let me think Let me think Think about it Why make America so special 他差點把 把川普的口號都唸出來了 所以你說拜託一下 你是民主黨候選人 你們自己的口號是什麼 都搞不清楚 而且這是一個大忌耶 你能想像說 國民黨候選上來說 愛台灣啊 抗中保台 那敢靠高音 賣光 怎麼可能去講出這種話 所以他們說 拜登這沒救 拜登這沒救 所以連原本對於 而且你看看 現在很多不利拜登 他那種老態遲斷的畫面 越來越多 欸 年紀要頒個勳章給人家 他都不知道接下來該怎麼辦 對 而且最尷尬什麼 他這個是頒勳章 我們講 還特別是要頒給我們講 養子雄 對不對 那結果說你看他連拿勳章 都拿不好 那個原本是那個女軍官 這邊勳章斷了老半天 你就發現說 你要幹嘛 換你啦 換你啦 他也不知道是不是要給我 人家也說 欸 拿去啦 拿去啦 他連拿的時候 就連頒也辦不好 為什麼 他放在楊子雄的這脖子上之後呢 然後手又給人家 都乾不淨的去 搭在人家肩膀上 然後講了一句 Micha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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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Michael You 人叫Michelle 你又跟人叫Michael 你到底是下面走夠 如果連搬信商都搬不好 他怎麼當總統啊 所以現在連過去民主黨 最堅強的一個盟友跟支持者 各位你知道是什麼嗎 誰 就是我們IBT IBT就是俗稱的卡車公會 卡車公會 我跟你講你不要以為 說只是一個公會 有什麼大不了 在美國公會的影響力之深 比如說他們曾經有一個人 叫Jimmy Hova 你知道Jimmy Hova 這個人他是在多 權力滔天 當時候是這樣嗎 第一個 黑幫也跟他結合 再第二個 他最鼎盛的時候 他的成員有230萬人 那甚至是所有的 美國的搖擺中 你想想看 這些公會成員 他一舉一動 都可以影響選情 而拜登上一次能夠獲勝 也是多虧於這個所謂的 卡車公會 美國的公會的影響力非常大 但是美國公會影響力裡面 非常大的最有政治實力的 又是這個卡車公會 他們是立可軍天的 寶德哥我問你 我們有看過任何一個公會成員 被偉大到拍電影的嗎 沒有 拍電影 就卡車公會 就這個艾爾蘭人 因為當時我們講這個Jimmy Hova 全力滔天請權一死 甚至連我們講 當時的尼克森總統 都覺得為之忌憚 你知道那時候做出多離譜的事情嗎 就說 好我跟你講 因為你這傢伙都涉毒 又涉黑 搞了整個圈天下 一塌糊塗 所以那時候找了司法部長 就是甘乃迪 就說我把他們抓起來 就是甘乃迪總統的弟弟 就說我們把他抓起來 抓起來之後呢 他說好我可以放過你 但放過你 你知道我要怎麼搞嗎 但是你必須要離開卡車公會 你就知道他們所有政治人物 對於這個卡車公會的影響力 為之忌憚 這個是 艾爾帕西諾就是演Jim Hova 艾爾帕西諾跟勞伯丁 當時就是在演說這個卡車公會的場景 所以你想想看 這樣偉大的一個卡車公會 原本是支持誰 拜登 支持民主黨 因為對人來講 罷工這是民主黨 向來以來的精神 其實你知道這最近 他們這個主席的 這個Sean O'Brien 說什麼嗎 說 The Trump is a SOB 這個我就不好意思翻譯出來 強悍的一個漢子 他這個漢子啊 被槍打到就是這樣子 所以代表說 連卡車公會現在都倒戈啦 而且甚至是我們講 錢最實在 還捐了147萬台幣給川普 這個叫什麼 投名狀了嗎 那我就問一下好了 如果拜登當時我們講的 2020年之所以能夠 慎選最關鍵的卡車公會 掌握數以百萬計成員的卡車公會 現在說我撞不掉 我要去打川普啊 而且各位你知道 還有更離譜的是什麼 連黑人現在都支持川普了 黑人 大家不是說 川普歧視黑人 川普種族歧視 結果你知道最近一堆黑人 包括我們講脫口秀的這種主持人 就是各位現在看到 通通跳出來說什麼 川普是我們黑人 川普是我們黑人 他說川普是黑人 他說你知道為什麼嗎 他跟我們一樣 會中槍 會中彈 他會站起來 他覺得是我們黑人 我跟你講 聽到底 真的嗎 他原文就是這樣講 會中槍會中彈 還會站起來 所以川普是黑人 當然是黑人 他跟我們一樣非常的強悍 而且呢 不畏懼這種外洩子彈的壓迫 所以各位你想想看 連黑人都倒了 連卡車公會都倒了 連卡車公會都倒了 拜登還剩下什麼 所以難怪嘛 拜登也只能學川普講的一句 May American great again 好所以 請問 現在美國真的 比如說到你講的喔 現在民主黨 連換燈都不想換了 你知道范師 進入到共和黨大會的時候 結果整個好像是歡迎巨星一樣 你知道嗎 就是萬民擁戴的概念 其實川普選了這個范師 其實選得好 為什麼 第一個剛剛有提到了 他是出身比較窮困的家庭 對 然後另外來講的話 他代表年輕人 你知道他年紀才39歲而已 對 拜登81歲了 川普78歲了 大家都在問說 為什麼美國的政治 都是老人選來選去 你想想看 終於有一個年輕人 38歲 橫空出世啊 台灣要選總統副總統 都還要40歲 結果你在美國35歲就可以了 那35歲你就搞了一個38歲的 是你看看喔 其實他的那個年紀 比蕭美琴還要年輕 對 然後他的星座是跟蕭美琴一樣 都獅子座 獅子座 所以代表這比較強勢啊 你只要看到一件事情 他你知道 2022年他才第一次出來選參議員 當然是川普挺他的沒有錯 但是你知道嗎 在美國你要選參議員 何其難啊 對 一個州才兩名參議員而已 而且這個參議員 一定是在政治上得高望重的 而且他才39歲 你這時候 而且當年他才37歲 你說他出來選 基本上沒有這個很強大的目標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 再來一件事情 他在伊拉克所受到的訓練 你知道他是海陸嘛對不對 他也做這個政治公關 還有做軍事公關 但是他知道整個美國在海外的駐軍 是怎麼樣的狀況 當時是小布希政府的時候 他知道美國在海外受到 整個被人家看不起或是欺負 或是等等之類的 當然 你有說美國欺負人家 但問題是說 他知道整個軍眾的狀態 還有一件事情 他知道怎麼去改革政府內部的 包含他回來之後開始讀書 然後到耶魯大學 拿到法學博士學位 然後跟他老婆認識 然後結婚等等之類的 這些都是在他的經歷當中的 其實為什麼他要把他自己的過程 寫成那一本書 然後我才拍成電影 然後這時候你可以看到 他其實在美國人的心目當中 他就代表是美國的未來跟美國夢 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在選舉當中需要一個故事 你知道嗎 我們知道說以前台灣人 政治人物選舉 都是未來 過往來講什麼故事 然後未來給台灣 一個人民的一個希望 這剛好他就是給美國人民 未來的希望 再來一件事情 他的那個 有混到菲律賓的族裔 然後他的老婆也是這個 等於是也是不同的 不是傳統的 不是傳統的白人 那這時候你要批評說 川普說 他是這個種族主義者 欸不對吧 川普那時候只是說 他是非法的種族主義 我當非法的移民來講 我當他處理 但是他並不代表說 川普歧視這些人嘛 他講說 他老婆是來自印度的移民家庭 然後他是念耶魯大學的歷史學術士 還得到了蓋茲獎學金 這蓋茲獎學金很難拿耶 他跑到英國劍橋大學去進修 是啊 他現在還是律師 是啊 還有這匪陶匪的 類似匪陶匪的概念 但是就是說 其實川普選這樣的 他真的是匪陶匪 匪陶匪是當然 對全世界都有 但是 我也有匪陶匪 你也有匪陶匪 對 但是問題是我選不了副總統 我也選不了 這個成為他的家族一份子 不過不給大家緊 就是說因為川普選他 有他的意涵在內 而且他的路線 全部跟川普一樣 他不會去跟川普搗蛋 找一個人副總統 然後每天講的 跟川普完全不一樣 這個選舉要怎麼選 對 所以今天來講的話 川普中槍之後 又選了這個范獅 剛好趁勢而上 而橫空出勢的范獅 可能未來 說不定有一天 會成為美國的另外一個總統 好所以瑞德 當然現在影響到很多人 內向真的改變這個世界 還有一個 剛剛他的副總統講 如果他們要對美國人承諾 要川普去那個地方 就是俄乌的戰場 然後要他們停火 要不然不要再打下去了 全世界如果有一個人 可以真正的調停俄乌戰爭的話 那一定是川普 那麼川普現在所使用的兩個 類似以後要當所謂 國家安全顧問的兩位幕僚 都已經在今天發出 他們對川普的建議了 是什麼建議呢 各位 那麼川普即將直接 跟這個普丁見面 那麼他不是這個等於說 跟澤敦斯基見面 他是直接跟普丁見面 那麼他跟普丁 為什麼要跟普丁見面呢 普丁不是一直在威脅 什麼核威脅 核威脅之類的嗎 所以川普要跟他見面 來談俄乌戰爭要暫停 那因為普丁他用高姿態 用高姿態說 你澤敦斯基就要退兵 就要怎麼樣 不可能澤敦斯基 烏克蘭就吞下去 所以現在美國 川普即將用一種方式 他如果當選美國總統 明年一月上任了以後呢 他要求兩邊即刻坐下來談 然後呢 立刻立刻停止交火 那緊接二來就是 烏克蘭必須 那麼從前線 就敦巴斯啊 那麼也撤軍 但是不要求烏克蘭承認說 那麼俄羅斯現在所佔領的這塊地方呢 就是俄羅斯的土地 不 他就比照克里米亞半島 就是說你被歐斯戰了 但是呢 我美國也不承認 你烏克蘭也不承認 但是你必須退兵 拜登不是說要給他F-16 跟300公里的飛彈而已嗎 俄羅斯就已經摩命轉倒回 為什麼 因為只靠這個相關的 歐盟給的 北約給的這個F-16 還不夠嘛 大家都知道 還是要美國出手嘛 但問題就在這個地方 因為他美國能給的F-16 不好意思啊 等到美國的F-16 真正飛到了烏克蘭的時候 那時候總統已經叫川普了 所以呢 昨天司機不聽話不行啊 我一定要聽話 雖然美國 國會已經通過了幾百億美元的 這個軍援烏克蘭嗎 但不好意思 下一任總統叫川普啊 所以呢 你拜登不可能 在年底之前 就把幾百億美元 全部都送給烏克蘭嘛 所以你說他是晚真的 他真的要解決 所有世界上所有的分爭 然後把所有的部隊還講 他還要多派一個 航空母艦到這個地方 然後把所有的愛國者 飛彈 全部放在這個地方 然後要把所有的 美國海軍陸戰隊 全部放在這個地方 他們真的要全力對付中國 我告訴你 但是為了讓 折倫斯基聽話 所以呢 川普是軟硬件事 他不是指強迫 一位的強迫烏克蘭要退讓 他打算怎麼做 他打算讓折倫斯基 雖然烏克蘭暫時從頓巴斯 烏東這些 所謂的俄羅斯佔領區啊 暫時不要交戰 然後退回來 畫了一個類似鴻溝圍界這樣 畫了一條線這樣 但是他要強化全面強化烏克蘭的軍力 也就是說他要訓練烏克蘭 他不是說就算了 只要你折倫斯基聽我的 然後呢 我就把你整個這個烏克蘭全部武裝起來 那武裝起來請問你啊 以後如果俄羅斯的普丁 他如果還想要繼續佔領的話 他難度是不是更高 對 所以他用這種方式就是 兩邊軟硬件事 但你普丁如果不聽話 我告訴你 我到時候援助他的 可不是現在這些東西啊 我可能越來越精密的飛彈啊 然後一波又一波的 全部給這個等於說 這個烏克蘭嘛 所以他用這樣的方式去 誘使兩邊聽 我告訴他 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他打算把他的這個手呢 摔回來 放在對付中國這個地方 所以對付中國很簡單 他只要經濟對付中國 習近平就被掐住脖子了嘛 所以他現在要把這個美國 身陷在烏克蘭你鬧 因為你弄太多錢在烏克蘭的身上了 這影響到美國的很地方佈局 我們跟美國 不好意思啊 川普在前一任當總統的時候 賣台灣的武器都還沒來耶 還沒來耶 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都到烏克蘭戰場去了 所以還沒來 拜登事實上當了三年的美國人 只給我們一些是不客氣講 大部分是 如果萬一老公要打到台灣 要打到台灣的過程當中 我們才用得到的刺針飛彈 標槍飛彈這些東西嘛 所以呢 反而川普給當時給我們的事 能夠直接咻咻咻咻幾百公里 這樣子保護台灣的東西嘛 所以現在呢 那麼想當然啊 那看得出來啊 川普要把重點放在對付中國這個地方 因為真的好,我們都可以回到 ou 很多 Nomin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